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比较吃力的讲解它 这种题目在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时候也出现过 这里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假呢 要做 AK10天 做忘记怎么写了 以呢 它要做 做是不是这样子写 是这样子写 没有错 就是AK10加10天 这一句话 以一个人做要比 比较做等 假 多10天 那么 接下来列这个式子要怎么列 这个式子怎么列 我觉得 我觉得重点是同学这个 这一个工程 这个一啊 这个一大家比较难想象 这一个工程 然后假呢 每天呢 每天呢 每天可以做多少 因为它需要AK10天 对不对 然后每天做一个这个工程 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它每天可以做可做的工程 懂我意思吗 就说一个蛋糕 然后呢 我分三天吃 那么每天可以吃多少 每天可以吃三分之 这样子的蛋糕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所以 假呢 每天可以做 AK10分之一的工程 每天 每天 那么以呢 就每天就做 这个单位 每天可以做这样子的工程 那么它做12天 对不对 它做12天 意思是说 这个 加上 这个 以每天可以做的 再加上假每天做的 会是 这一个工程 分了12天做 这一个工程 这一个工程 那么它分了12天做 这个就是它每天做的工程 我觉得这里 同学比较难 去议会 那么我之前在带小朋友 列式子的时候 我们说 为是比 是用等 得个倍 是用这个 然后多 大 高 是用这个 少 小 什么 矮 是用这个 我只有这个东西 没有跟大家讲 这个 很难讲 大家比较 难去理解 就是 每个单位 每个单位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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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怎么样 怎么样 每公尺 怎么样 每公里 怎么样 好 四指列 就是列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区分母 区分母就是同乘以 左右 同乘以 X 再乘以X加10 当然要说X不等于0 X加10也不等于0 同乘以 好 乘完 乘他 乘他之后 前面的这一项是X加10 后面的这一项 叫做X 这也会等于 12分之 X平方 再加上10X 我们再同乘以12 这里是2X加10 同乘以12之后 会是24X加上120 等于X平方加10X 一项 减14X 减掉120 会等于0 好 再来是十字交乘法 十字交乘法 我再把这个地方删掉 十字交乘法 我们用 20跟6 附赠 X减20 X加6 等于0 所以X等于20 这里就是不合 X等于20 所以我们回答了 X各需多少天 X需要20天 X多10天 就需要30天 好 这一题有比较难理解 你再多听一下 前面关于 每天可以做多少工程的部分 那个1呢 代表工程 XD